韩星宋仲基再次饰演军人了 由他和苏智谢黄正明所主演的电影《军舰岛》 讲述朝鲜人集体逃出军舰岛的悲壮故事 而这第一波预告片一公开 黑白色调的镜头 上面写着逃也逃不了 死也死不成的字眼 非常的震撼 宋仲基这一回所演的军人 跟太阳后裔里面的刘大卫形象截然不同 黑白色调一群朝鲜人被下放到 一千公尺深的海底进行劳动工作 电影《军舰岛》描述日帝强占旗 朝鲜人拼了命也要逃出军舰岛的悲壮故事 这一座岛更被称为地狱岛 由黄正明 苏智谢和宋仲基三大男神主演 宋仲基饰演潜入的独立军人 手拿着长枪眼神笃定 近期韩国电影都走大成本大制作 韩星悬兵饰演特殊部队出身的北韩行警 挑战时装动作片不靠特效 所有高难度动作亲自上阵 我本身的准备完成了 基本上是基本上是基本上是 计划的计划 赤姿百亿韩元不仅在卫山大桥风桥拍摄 还在首尔闹区上演飞车追逐站 不靠后置全部现场拍摄 韩国电影男神PK 不只拼演技也抢票房 TVB的新闻 薛克山林指挥综合报导